大家好 今天是10月25號 星期三 由於美股昨天晚上 終於成功突破3萬點 加上今天早上 匯轟銀行股價突然之間大幅度上升 變成指數早段還是比較漂亮的 我們先看看 早段痕跡先高開231點到268819點 等於說這一分鐘已經突破了7月7號的高位 曾經一度再高漸27044點 這一分鐘指數相對昨天是大幅度上升425 可是香港股市當然還是創了幾個月來的新高 而且也成功突破了7月7號的高位26782點 走勢方面當然是漂亮 可是內地的股市是有一點點的反復 在下午的時候 上升指數最終是下調40點收市 那變成相關股市也會受到一定的影響 就到大概下午3點半左右水平 指數曾經一度回調到26591點 相對昨天的收市來說 只是輕輕的上升了3點而已 當然暫時來說還是一個上升的走勢 而且指數還是穩守在所有平均移動線之上 可是最近來說我一直有一個問題提出來 就是說由於徐天線不斷地往上走 像現在徐天線已經上升到26417點 現在的指數大概在25600點左右水平 26600點左右水平 等於說暫時來說還是比較安全的 可是指數現在大概在26000點 只有有128點的反復的話 已經可以跟徐天線是走在一起了 從技術上來看 這個還是有一點令人擔心的 當然像今早的指數在27000 相對於徐天線來說是拉得比較遠的 那時候問題就不大 所以我們是可以還是往上看 可是還是要留意徐天線的支持 到底是怎麼樣 一旦橫子跌選徐天線 就代表整個股市需要稍微消化跟整個一下了 再看看10月份的股市 從那個2號的低位24232點上升到今早的高位27040點 這個月的波幅已經有2808點 這個幅度絕對不少的了 明天是這個月遲止轉倉的高峰級 後天星期五就是起起結束 那等於說整個股市是抓著這個高台來進行一個轉倉跟整顧 對一眾做蛋的來說 這個問題就比較大了 要是在月初你做蛋的 現在你不願意虧 要希望把那個蛋倉轉到下個月份才再看的話 那沒問題 當然你轉倉的時候又付出比較大的 比較多的代價了 再看看股份方面 新經濟的股份就是一般 早段還好 可是下午回來好像是有一點放鬆了 唯有匯豐股價還是比較偏強的 當然市場的看法就是 未來一段時間 匯豐最終是會恢復那個派送那個利息 所以變成來說 還是有不短的資金做一個中限的布局的 現在看起來 由於接近那個10月份的月底了 股市能不能夠再往上走 其實一點都不重要 反而我覺得這兩天 要是指數還是抓著這個高台的 當然有利10月份的股市再進一步推進 可是在想 從那個9月25號的低位 一度見過23,124點 到今早的高位27,044點 其實恆生的時候已經累積了不少的升幅 這看起來 我覺得 所以說股市可能還是有一點點的反復 也不排除 稍微出現一個基礎上的調整 這個大家有留意 好了 今天下午的分析就說到這裡